大家好 欢迎收看云聪金融交易技术分析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云聪 我上次讲了Alison的故事 以及交易心理学 交易哲学 还有威克福 后面都还有很多 我是挖了个坑 这个坑以后会慢慢的买 这些内容 我们以后会在我们的会员 我的会员网站里面 会把这些视频慢慢的放出来 大家别着急 本周因为我在阿根廷 我没有在巴西 也没有在中国 所以我比较忙 我就没有再做新的节目 但是我想利用周末的时间 还是要给大家提供一些新的内容 今天我们想做一期 从其他的优秀的网友留言中间来看 因为我觉得很多的网友留言 也是非常的棒的 然后通过他们 我们可以会学到很多东西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们看一下这些网友的留言 刘安迪 刘安迪他说了一句话 说优秀的成功人士 背后都经历了凡人难以想象的心理路程 当你的心理足够强大 你的心理足够强大 灵魂足够清净的时候 交易就会比较顺的 我非常喜欢这句话 我们可以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我们看到汇智交易 这个朋友啊 他今天给大家举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 他说 他说 我知道一个人现在在新加坡交易 今年53岁 做了20年 其中经历了6次生物分文 最近一次是10年前 也就是说这个人呢 他可能是比较喜欢那种重仓交易了 所以才会6次生物分文 6次爆仓 后来3000美元起步 赚到交易资金最多的时候 是400多万美元 然后呢 最近一次大亏是200万美元 50%爆仓 所以这就是外汇的一个恐怖之处啊 外汇是不管你有多少钱 你亏损速度 你就算有一个亿 你和你有100块钱 理论上说你的亏损速度是一样的啊 然后呢 这个人的交易时间 他是怎么说呢 这个人交易时间是欧洲市场的那个手法 是4小时和1小时判断进场时机 5分钟进场 获利几个点 10多个点啊 然后呢 大概5分钟 K线3根左右立即出场 这是实际上就是一个日内短炒的一个方式啊 但是日内短炒的方式 最重要的是控制情绪 所以他这次大亏了200万美元 一定是他这一天情绪没有控制好啊 也就是日内交易实际上是很好获利的 但是控制情绪要非常的重要 网友张三峰啊 他在这边 这边做了一个说 对称对称三角形整理啊 对称三角形整理 一般到末期的突破都比较弱 就是如果这个三角形到了顶端都比较弱 一般在三分之二的位置突破趋势比较强 我觉得他说的意思应该是一个意思啊 如果张三峰朋友如果我这个说错了 请你解释一下啊 就是给我纠正一下 也就是说有可能在这三分之二的这个趋势突破啊 他认为可能是这样子 比如说啊 这样子突破 他会比较强 那么这个三分之二实际就像个N字形突破了 右侧的右侧的横向柱状图 国内看图软件叫筹码峰 也是这样子啊 右侧的这个横向图叫筹码峰 不过这个和当前的视野的K线周期有关 不要以为是全部筹码 对这个为什么呢 只要你一变 这个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你现在看的是五分钟K线图 他的这个筹码峰就是五分钟的 而且就是你现在这个图的这一段的筹码峰 如果你把这个图放大 或者把这个图缩小 那么他的筹码峰就会改变 他说的是正确的啊 而且他说的这个观点也挺有意思 就是说如果三角形默的突破都比较弱啊 这个我也不叫同意不同意吧 这个就是不同的观点吧 这个也有一定的道理啊 但是看情况吧 孟小峰朋友啊 孟小峰朋友他有一个留言 说对称三角形是最不可靠的一种突破形态 好 我们还是在讲这种对称三角形啊 这种形态 可上可下 而且包括上下来几次假突破啊 就如果他这个对称三角形出现之后 他可能往上 也有可能往下 而且往上也有可能 他就假突破又下来了啊 这样子 而且往下呢 他也有可能假突破上去了 也会大几率转变成相体或者其他更稳定的形态 也就是说 他认为这个对称三角形可能会转变成相体啊 就是这样子 这是一个对称三角形 然后他会来转变 最后有可能会转变成相体啊 是这样的一个形态 好 如果非要判断应该顺着原来的趋势做 对这个我是非常赞同的 是个什么意思呢 比如你是个上升趋势啊 然后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标准的对称三角形 那么你还是只要是往上一突破 那你还是要坚持往上做啊 同理如果这边是个下降趋势啊 那如果这个地方下一个下降趋势的对称三角形 那么只要是他下面突破 你还是继续往下做 就沿着原来的趋势做 这个时候非常赞同的 不光对称三角形 其实普通三角形也应该沿着这个趋势做啊 交易不外乎杰西说的12个字 他这个我觉得这个朋友总结的很好 研判大事 建立头寸 不动如山啊 就杰西说的这个方法是比较好的 但是呢 他说我的判断比特币会跌到什么什么地方 这个是风高做空 这个就稍微我不是特别赞同啊 我觉得你去判断就变成主观了啊 还是说你这个 风高做空啊可以的 但是呢 如果你加了个唯一正确 或者是说一定会跌到什么位置 这些我就觉得有点主观了啊 我个人觉得有点主观 然后所以我说的我怎么回答呢 我说日线和周线 那么你现在还是一个下降趋势 但是4小时短线其实你可以做一做的啊 我当时这么说的 4小时短线可以做做多 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啊 但是他的观点是非常好的 我非常赞同 郑伟朋友在 我的下面有个留言说 云聪的交易思想和一个叫李永强的期货交易冠军很像啊 这边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不光是国内国外的 其实国内的期货交易冠军 我那边有几十个啊 我都研究过啊 以后我会给大家在我的这个会员群 单独给大家全部讲啊 所有的他们的这几十个的 他的交易手法 他的方法 他的思路啊 当时你看完之后 你会觉得真是很有意思 因为真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 真的不太一样啊 这个但是呢 大多数的有一个方法是一样的 都是坚定止损 我没看到一个期货冠军 他给他跟你说过 你就亏了死扛加仓 就没有一个啊 所有的人都告诉你要坚定止损 其他的他们可能不同的方法 有的做顺势 有的做逆势 有的做区间 有的做突破 有的做日内 有的做炒单啊 好 他说李永强一个方法 也就是看自己的资金曲线 当资金曲线很陡的角度的时候 很陡的角度的时候 就小仓位或者不做啊 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我以前看过李永强老师的这个讲座啊 就说比如你的资金曲线是这样子的 当你的资金曲线突然一下变成这样子 那么他就要马上减仓 把仓位减下来 或者这几天不做 不做 他就会横盘 是吧 资金就横盘 横盘之后 他就他就会像一个曲线一样 他的呃 李永强老师自己说的什么乖离度啊 他的这个指标啊 下面就是你的资金曲线都有指标 你的指标自然就会平缓 平缓了一段时间 你再往上啊 但是呢 这个就还是一句话 真的是非常难啊 这个道理都懂 真正的一一波爆赚的 能够马上把仓位减下来 或者马上不做的人 这个真的是不太容易啊 但是呢 这个方法我们要学会啊 不管李永强老师这个方法就是 看了自己资金曲线啊 资金曲线只要是一暴涨 或者角度一高 我们就停下来 或者是减仓 这里面很多这个夸奖的 我就不说了啊 我们就是关键看一些 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的 给大家都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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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的 这边来看一个故事啊 这个故事是诸葛亮仔啊 说的这个 他说呢 我在一家期货基金公司 老板是炒期货的 月月给的收益都是7% 福利 请注意啊 月月给 这名这个老板 不是一次啊 已经赚了很久的钱了 前面赚了很多钱 后面就跟你说的一样 把自己当神了 于是几十个亿啊 几十个亿都被他亏光了 你看几十个亿都被亏光了 我们投资人都因为他这个内心状态 给群家荡产了 后面他做专户亏损更吓人 几千万的账户亏到几十万 所以就说人啊 就上次我说的那个翻亚当啊 你这个亚当 你到这个时候突然跌破的时候 你开始倒霉的时候 这个倒霉会延续的 你这个倒霉的惯性会延续的 这个和你的人生啊 我们不说这个说的玄学一点 你人生的这个八字内几年不走运呢 那你就是也有这个道理啊 就是我们说的福不双制 或福不 福不双制 或不单息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就是前面讲过的翻亚当的理论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当你真的不顺的时候 和刘永强老师前面讲的一个 一定要学会停下来 好我们看看渔夫这个朋友 他的这个留言 这个留言也是非常好 首先呢 他说云斯老师 你这期讲得很好 真实自我与社会期望或现实的冲突 会推动自我构建一个理想自我 同时贬低真实的自我 从而造成情绪在自尊的美化和自卑的贬低 两极两端摇摆 而出现盈利就过度自信 加仓加杠杆 认为股价会继续涨 一旦出现亏损就会过度谨慎 害怕亏损 看到交易机会也不敢交易 说的非常好 他把我们这个心理都说出来了 要认识到不确定性是市场的本质 这个话一定要注意 不确定性就是市场的本质 你要来玩这个交易的游戏 你要知道这个市场就是不确定性的 每一次行情和交易的结果 都是不确定性的 独一无二的 然后保持一致性 保持一致的情绪 一致的行动 一致的仓位 从而实现稳定盈利 避免亏损后不敢加仓 错过机会 连续引力后过度加仓 造成盈利的变亏损 所以他这边说了三个一致 一致 一致的情绪说的非常的好 你赚了也不要太高兴 亏了也不要完全无所谓 按照你自己的交易方法来 一致的行动 就是建立交易规则 严格的规则来做 一致的仓位 当然这个就是稍微不太一样 有的人是用金字塔加仓 有的人可能会有减仓加仓 这个就是稍微有一点点个人不一样 但是前面一致的情绪和一致的行动 一定是有用的 个人觉得交易心理学包括 包括知己与知彼两个层次 这个也说得太好了 知情合一是知己 知道自己是怎么样 而知彼是行为金融学 就像逆向交易呀 索罗斯的反深性理论呢 都属于这些范畴 它主要是理解和解释 和理解行情变化背后的心理驱动机制 我觉得这个渔夫啊 渔夫朋友非常感谢你啊 你这段分享的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 Cillus Chin这个朋友 他给我们说一句话 他说承认无知只认概率 向死而生主动断舍离 就是我说到我的交易格言 然后说查理芒格也说过 知道去哪里死 那就永远不要去这个地方 这个话说的很好啊 大家再想一想 我们举个例子 那假设你知道 我们举个例子啊 这一波上来 前面前期震荡的很厉害啊 他又打回去 他现在价格又上来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大概率前面这个地方 他可能继续会有震荡 这是日线级的啊 那如果在这个区间 假设你继续有震荡 你知道这个地方 技术上说你可能比较危险 那你就不要去 不要去做 你要等待他 要么往上突破 你就往上继续做啊 要么往下往下突破 因为如果这是一个上升趋势的话 往下突破 那你又继续等待 因为你不做空吗 因为他是个上升趋势 我只是举个例子啊 所以我们其实我们交易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在哪 我们想这种震荡的趋势我也赚啊 就震荡行情我也赚钱 趋势行情我也想赚钱 就说就是人太叹心了 什么行情都想赚 最后结果怎么样呢 只是双面爱耳光啊 所以连查理芒格这个 我们这个巴菲特最最伟大的这个朋友 他自己都说 如果你知道哪去哪会死 那永远不要去的地方 这个就是告诉大家 如果你自己都知道这个地方不好交易 那就不要交易了 还有一个叫交易时段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比如说有的品种 他9点比如股指期货 9点到11点是最好的交易品种 我们举个例子啊 而12点到2点是最难的一个交易品种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 我们假设这两个小时是最难做的 这个品种最难做的时候 那么既然你知道12点到2点最难做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做呢 有的人就是还是不死心 因为他还是概率性的嘛 他是比如10天里面 可能有7天12点到2点难做 但是有两天这很好做 他就为了这两天小概率事件 他非要去做 结果呢这个时候就是会亏大一塌糊涂 我只举个例子 你既然知道这个时段不好做 你不要去做 这就是查理芒果说的 知道去哪会死 永远不要去的地方 正面朋友 这边呢给我回来一个 我觉得非常有 就非常有意思啊 他是这么说的 就说很多的时候啊 现代社会不缺高科技 不缺钱 最缺的是知识 更缺少学习知识的心态 大家已经习惯了 伸手拿来的既得 多数时间无法 摒弃类心的浮躁 就算耳边想着佛音 肩膀上写着努力 但是还是无法踏实的学习 这就导致很多自诩大师的人啊 随便看几页书 就自成有派系 有内功 然后半个班 半个公众号 半个群 收你几千 千几万 或者几个虚拟币 就开始喊单 所以啊 这点我先不想说这个呢 因为我就想做一个 我们将来 我即使在国内 我们做的这个会员 或俱乐部或者是我的这个会 我就这个会员俱乐部 主要是收看我的节目 也不是喊单 就是我非常不愿意做喊单 那个事情啊 这个因为我是想 踏踏实实的把这个 就是像想做 类似凡登读书会 但是只不过我是做的是 交易读书会 就是踏踏实实的 把这个所有的交易经典 都给大家盖读一遍 偶尔我会 再给大家指导 但是这个指导的方法 也是用它来 用它来验证 我们一些方法的概率啊 你看这些喊单呢 他说你赚了钱了 就齐乎万岁 这个我在有些群里都看过了 大家都是 只要是赚的钱 下面一片几十个人称 就开始夸奖 赔钱呢 证明你看没看懂 有的人呢 他根本不会把赔钱的量出来啊 他每次他赔钱单子 他也不会跟你说 他只会把你赚钱单子 全部拿出来 赔钱说你没看懂 没学会啊 所以说 所以说他也说了 用反生系理论来说 人心的不复躁 孕育了大师 大师为了赚钱 而孕育了神秘的市场啊 这一点就是真的一定要大注意 我跟你说 就是如果是有一个人 跟你说 我有个方法 然后说的天 就是天花乱坠的 就是你看的眼花缭乱的 最后你看不懂 那他一定是这个方法 不行 因为 因为能够说清楚的 就一定能够说清楚啊 这个是维根斯坦的一个哲学理念 我觉得说的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 明白了东西啊 他就一定能跟你说清楚 他跟你说不清楚的东西 那他是自己也说不清楚 明白吗 那肯定他自己都不明白 所以他才说不清楚 好 所以各种你不懂的理论 这些神秘感 在反着每个不去学习的人 循环往复 潜伏后继 我觉得这个话说的非常的好 我们大家再看一下啊 用反生系理论来说 人心的浮躁 不虚 不虚心 孕育了大师 大师为了赚钱 在孕育了神秘的市场 各种你不懂的理论 各种神秘感 在反反时每个不去学习的人 循环往复 潜伏后继 我这句话说的非常好 谢谢这个正面 正面 这个朋友啊 好 非常感谢这个肥梦的故事啊 这个朋友 因为他一直都给我 每次都给我留言 留了很多啊 非常感谢你 这个前面的这个科大话 我们就不说了啊 我们就直接看这个后面的 后面呢 他就说 他对视频的理解 每一次都站在 休莫怀疑的角度上 去做经验归纳的相对 大概率交易啊 对 这个说的非常对 就是你自己总结 我们不管说侯婷婷 他自己 那个短线交易秘诀 短线交易 他自己比如说 也总结了几十个方法 然后呢 我们包括李永强老师啊 包括国内的 还包括国外的 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经验 他都有很多的 如果他是做图形交易 那么他就总结了 几十种图形方面的 大概率 大概率的一种方式 如果是做盘口 他也会总结几十种 这种盘口交易 最大概率的模式 然后呢 他是通过自己的 经验归纳总结出来的 但是总结了之后 他还是要保持怀疑 为什么 他只是个归纳总结 并不表示以前正确 现在就正确 但是同样 要保持方法的一致性 并坚定执行 因为为什么呢 只有保持方法一定性 坚定执行 你表示怀疑 主要是为了止损 但是呢 他只要是你这个 次数够多 你的这个归纳出的概率 他也是有效的 所以两者始终共同时共存 我值去克服 好 这个肥沫的朋友 他这一句 这个说的非常好 谢谢你 我们下面看胡小龙朋友 胡小龙朋友呢 他自己 这边也总结了一下 他说 怀疑论和概率论的强强联合 从总结认知 倒数法 必然是件 行为后的心理因素的结晶 他就是个人纪念啊 延伸到碎片化联想的归纳法的非理性 最后打开了反普归正的一扇窗 从自从以为自己知道 重新回到了自己不知道的起点 这一集是真正洗条心里的一刻 我觉得 我觉得真的真的总结的非常好 这个句子我都写不出来啊 这个胡小龙 这个水平非常高啊 你看他写的这个叫做 怀疑论和概率的强强联合 从总结认知 倒数法 必然事件 行为后的心理因素的结晶 这个个人经验啊 延伸到碎片化联想的归纳法的非理性 这个这个我觉得写的非常好 这边 威王朋友 他自己有一个比喻啊 我觉得非常好玩 他说技术分析像打冲锋枪 一缩一缩子挂上好几发 要是一弹一命都发了 我不知道大家能听懂他的话吗 他的话其实 他的话呀 我给大家总结起来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你如果技术分析一个方法 也只是一个点 实际上是没有用的 你要把你的技术方法 这样子是作为一个系统 他里面有一个点 两个点 三个点 四个点 五个点 你是每次要把它看成一套系统来用 什么意思呢 你单独一次错了 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 问题是你把它成为一个系统 但是你每次啊 你要把它作为一个系统的话 那么你每次开仓就不能太大 就比如说10%啊 10% 好 错一次 砍掉 再来10%啊 再错一次 再砍掉 第三次对了 你就拿着 然后加仓 然后呢 再赚钱 那么你整个的错两次 对一次加仓 这是一个系统 你要把它一次 就是说 你要把它这个像出风枪 一梭子挂上好几发 也就是说 它这个意思 就是它这是一个系统 它要挂好几个子弹呢 而不是你以为每次啊 你这个方法 我就错一次 我就失望了 颓废了 或者对一次啊 你就高兴了 其实没有意义的 你这个一次的对错是没有意义 只有这一圈的 你这个 这个冲锋枪上一梭子的这个子弹 才有意义 大家明白吗 好 非常感谢威王 王 应该是王威啊 王威朋友 马凯成 朋友啊 谢谢你啊 你在这边 他做了一个分析 做了一个 他的一个总结 说若是均线代表多空持仓成本 均线是收盘价处理的啊 然后呢 我认为均线能形成支撑的前提有两个 第一个是什么周期 越小的周期打破支撑阻力的成本越低 对 说的非常正确 你是看一分钟 五分钟 三分钟线 那么他们很容易打破支撑阻力 第二个是在上面的一个行情 上升趋势的大洋K线有均线 均线有支撑 下降K线的大阴线 K线有阻力 其实这个也就是我们威克服的这个垂直供应柱 与垂直需求柱的一个东西啊 只不过我们从不同的方法来分析 好 下面有一个朋友 黄景明朋友 他这边说的非常好啊 对老师的课程就是总结十个字 敬畏市场 承认无知 严格止损 遵守规则 每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 所以呢 我教授的是一种基本方法 我们要做的就是学后的分析方法 分析问题的方法 再结合自身的特点形成交易规则 而不是一味的去套用 好 在这个市场上 一切交易行为都是主观产生的 是我想的 而能不能赚钱 是要看自己的客观上 我们的技术面 或者是基本面 能不能形成规则 非常好 这个我也反复强调过很多次 规则规则规则 你要形成自己的一个规则 每个人的盈亏比不一样 所以结果就有很大的不一样 所以说你不能教万能来赚钱方法 但是呢 就是 所以而且说了 有赚就有亏啊 每个人都想赚 但是钱从哪来 所以说你要学习 就是一种自身的修炼 是一种交易哲学 生活态度的修炼 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啊 好 我们这边看一下 痴癌禅童 或者童禅啊 因为这个 YouTube他有些时候 他这个名字会有点怪啊 童禅或禅童这个朋友 他有个留言说 他只是看到威克夫的教学 说真是太好了 最近的单几乎完美 几乎完美 只错了一张单 但是突然让我观点错误 忘记了全是概率 因为太神奇 弄到我差点不止损 一切都是概率 一定要记得 好 这我为什么要把他这个说出来呢 这就是我们很多人犯的这个问题啊 就是完美主义者 就是说 而且我建议大家一定要错一错 一定要止一止损 你止了损之后才舒服一点 就明白吗 你要把止损看成 就好像是你的盐 就是你做菜里面盐的调剂瓶 你没有止损 反倒不舒服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你止一止损 才会打破你的完美主义 因为你一旦完美主义 就会变成我执 一旦我执 你就会犯栽大跟头 所以说他这个例子 也是给大家说了 我们普通的交易中间 会遇到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不管什么方法 越完美 你心里越要担心 越要小心一点 因为每一次完美 就注定是下一次不会完美 因为既然是个概率性事件 概率不会百分之百 那么每一次的完美 就是下一次的不完美 你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每一次的完美 就表示下一次会不完美 我不写了 兼义齐 朋友 谢谢你这边留了个言 他说呢 我觉得心理学上 经常用这个损失厌恶的例子 他没有强调大数法则 只有随机发钱无穷多次 概率才会接近期望值 如果只发一次钱 结果真的不确定 而人们都厌恶不确定性 所以任何交易系统都得练很多次 才能得到他的概率 这一点 这一点我再次和我们前面的方法 也是和大家强调了 我们要有一个方法 我们平时的一般的交易人员 都认为这是一个点 而实际上你的交易系统 它是几个点合成的 这几个点里面 它可能会有三次 几次交易次数合成的 它可能会有两次 它是被止损的 然后呢 有两次是止盈的 或者是三次是止盈的 但是这三次止盈交易 你都会加仓 然后你说你的这个盈亏比都会很大 两次止损 它的损失都很小 所以这么一个系统 你要练几次才能够发挥它的概率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谢谢 好 这里这个趣味视频的这个朋友 他留了一句言 短线交易情绪 对短线交易对人的情绪影响非常大 想克服非常难 难度非常大 如果能做长线交易 会发现情绪的影响会非常小 情绪克服相对容易多了 对 这个话我是赞同的 但是还是一句话 如果你不在短线里面去吃这种苦 你如何能够发现长线的机会 这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很多人没有想懂这个道理 我们举个例子 根据我们的这个分析原理 你在短线里面 你一天比如这种行情 这种行情 你一天 你一天我们随便画一个行情 比如这种 这是一个日线级的一个图 那如果这个日线级的图 你现在一眼长期做日线 一眼就看一出 比如这个地方可以买 这个地方可以买 买完了 比如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可以止损 我们举个例子 然后下一个卖点 那比如说这个地方可以卖 你一眼就看出来 这个地方可以卖 这个地方又是一个突破 前面这个地方可以买 为什么你一眼就看出来 就是因为你长期做日内交易 积累的经验 如果你日内交易不不积累经验 那么只有一个办法 那你就需要几十年的去去积累 长线交易经验 我不知道大家能明白吗 因为你同一种形态 你可能出现这个形态的日线级级别 你要等上三个月 那么你就三十年出现这种情况 你可能只有二十次交易机会 就整个三十年里面 可能就二十次三十次交易机会 但是如果你是做日内交易一分钟线 可能你两天 你就会有二三十个这种交易机会 大家明白了吗 所以你说你是你两天 你就学这么多东西 和你二十年你就学这么多东西 他你之间两个人一样吗 也就短线 他是专门来进行高强度的痛苦的训练 就是你克服难度很大 是的是很大 你就是要吃这个苦 好后面这个胡小龙朋友 他里面说了一个道胜和夫 道胜和夫 他说的六项精进 他里面说的 只有不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你才能够获得回报 我这个非常赞同 所以这个心法就说 真的是你不敢做任何事情 你一定要独立的 如果你不努力 你就过来就当赌博 还是一句话 你只要意识到自己在赌博 那也无所谓 你就知道自己赌 赌一赌 我就赌一把 我现在知道自己在赌 那么就承担赌博的后果 但是如果你不想赌 好你想认真的学习 那你就必须要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想把我的视频交易者协会 不是一个喊单群 不是一个给大家进来就是指什么时候有机会买卖点 不是的 我就要做踏踏实实的交易方法的一个群 我希望能够进来的人也是要就是是真正想来学习的 而不是来想就是赚马上我就进这周赚一点钱 就OK了 高兴死了 我下周亏一点钱 又又下周又赚点钱 不是这样子的 我就想大家学一个方法 然后这个方法可以用一辈子 你自己没有老师 没有群的时候 没有人的时候 你自己也可以用 这边我就是在菲亚利的这个讲解里面 反贼这个朋友他自己把这个菲亚利的比赛总结了一下 实际上这一块呢 我在网上也看到过 当时我忘了提了 很感谢他这边总结了 他说菲亚利比赛啊 总共买卖的是639笔啊 然后呢 他赚钱的是只有313笔胜率为49%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数字啊 但是但是请注意 这个胜率为49% 他里面有大量的这个叫做 呃大量的呃就是呃就是套呃就是对冲单 所以说对冲单他是胜率49% 如果你把对冲单排除 我觉得他胜率应该有55%啊 但是这一点就是不管他是49也好 还是55%或者是说60%也好 让大家一定要看到这些赚钱的人啊 他不是你们想象的每个人都牛逼的 就是就是直接过来 每个人的流差的直接每次赚一次 赚一次就是做进去都赚钱 没有人进去赚钱的 这是一个最大的误解 包括现在还有很多观众认为 在下面我的下面留言 也就是我说错一次啊 或者是行情和我走的不一样啊 说我就就就在那边指 不叫指责吧 就或者批评 我觉得这个太正常了 每天都在错 你看人家这种冠军 每一个冠军呢 中国也好国外也好谁也好 都有错啊 问题是错的时候他愿不愿意止损 错的时候愿不愿意承认 所以就是一个最就是普通人最大的误解 认为冠军他的胜率叫90% 叫80% 十次至少我要九次要正确 不是这样子的 实际上只要你赢亏比正确 十次你可能有六次正确 你都可以啊 这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学习的 一定要把这个把这个东西搞定 一定要把东西要放在自己的脑海里面 就是说每个人包括最牛的这些冠军 他们的盈亏比都不会超过80% 他们只不过也是试错交易 只是错了叫及时之损 对了我们的盈亏比较大一些啊 你看他这种啊他这里面啊他这里面 单比盈亏比超过5%的交易隔夜头寸 是占到84% 所以说他只是那几笔大的赚钱 狠狠的赚 他就可以保证他整个的交易可以赚很多钱 网友blankblue 他这边呢对我们斐亚利的交易做了一些总结 我觉得总结的非常好 我们一起看一下啊 第一及时止损 尽量不要自己预测行情预测趋势 及时从市场反映中判断趋势啊 止损点的设置也不亏为原则 前一日的最低点可以承受到最大损失 而且需要一些基本的数学计算来制定止损点啊 止盈点是不是也可以这么做 除非有明确大趋势 止盈嘛我说过最好的是移动止盈啊 其实我看飞亚里有时候也在做移动止盈 好有盈利的基础上可以考虑承担风险 比如持仓观察三持盘操作体现出最赌博心态的意志啊 对比之下也能观察到自己的一个赌博心态 四日类及时转变思路由卖到买 由买到卖果断转换 这个的确是肥亚利比较牛的地方啊 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转换的时候还是比较难的啊 但是他能够果断转换 这个果断转换也需要也需要运气哈 因为有些时候你一转换那天如果是震荡的话 你就会双面二眼光 第五我趋势比较明确的时候可以考虑持仓 第六交易永远是不完美的 不要追求完美的交易 有些需要靠赌来博 靠赌来博的涨跌也不要啊 就是你赌一段涨跌不要做 止损永远放在第一位 有时候因为恐惧而错过大趋势 而不敢放弃或者是止盈止损 这种心态要克服 理性的操作是最重要的 不要赌自己可能遇到大趋势概率上你是输的 第八学会学会用对冲啊 学会用对冲好 这些是blank blue他对我们的呃 对对斐亚里交易的一些心法 我觉得说的都非常的好啊 谢谢你 看一下这个skyie这个ai这个朋友说的 他虽然很短啊 但是他的确说了核心就是盈利之后极容易亏损 就是一般的赚钱之后啊 因为你是靠震荡赚钱的 那么行情很快就变成趋势了 你是靠趋势赚钱的 行情就很快变成震荡了 所以盈利之后啊极容易亏损 涨跌不流畅 你要立即行动立即对冲啊 也就是说这个这个做得很好 比如说你这一波暴涨暴涨上去 好你考虑到他可能回调 那么回调你怎么办 你开始对冲啊 你就可以用不同的品种 汽油和没有对冲 比如说你的玉米和假设啊 你这个期货的品种里面 你的PTA假设和你的这个其他的这种类似的这种 这种类似的化工产品对冲啊 或者是豆破和菜破对冲啊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对冲来缓解风险 所以高手就是高手 这一点如果是大家做期货的话 或者是做呃外汇的话 就是如果有对冲产品 你一波大赚 你就可以用这个对冲 我还有一种对冲手法 就是说开两个账户 一个是中长期账户 一个是短线账户 中长期账户这波做多 它往下跌的时候 你短线账户开始开空啊 但是短线只做日累 中长期做几日行期 这样子你也可以回避风险啊 好这是这是我的一些做法 个人做法 如果你没有不同产品啊 对冲那么你就开两个账户对冲 好我们看看这个 Martin Zoey 他在我的Fairly下面的一个留言啊 他说Fairly的套利对冲啊 我真的 呃 称目接受 太为观止啊 不同产品 不同交易品种的套利 不同周期的对冲 同一交易周期的所仓 他的四价交易就显得一些不够成熟了 呃就是我说的 我习惯说的顺大力小 我更倾向于是 Fairly是相提理论的践行者 他判断趋势的方法就是相提理论 他的交易大都发生在支撑压力线附近 很少看到他说我在一个箱体中间下单 请大家注意啊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相反他的很多交易 把下单的地方看成一个箱体的底部 或者是底部 如果再要精确归纳的话 大概就是他和利弗莫尔价格总朝着压力最小的方向行 这是一句话的最佳践行者 好 对于四价原则 开盘价是最重要的 如它是划分当日多空的标准 类似一根趋势线的划分 而开盘价是昨日价格的延续修饰期间消息面二者的总和 所以如果没有大盈利 不要考虑持仓过日子 值得多看几遍 啊 这个 Manson Zon这个朋友非常优秀啊 这个他说的这句话非常的好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我的这个短线交易 不是菲亚里的这最后一期啊 第五期里面看他 呃 他说这句话分享的非常的好 好 下面一个朋友 呃 郭 有军啊 郭有军朋友他当时也提了一个 提了一个说呢 让我们可以看一下 呃 叫做 The Stock Trader 他自己也出了一本书 就是呢 就是教 他也是一个专业交易者的交易日记 他主要是验证技术分析到底能不能盈利 其实这点我就说他其实不用验证啊 他如果自己是个技术交易方法 他交易了很多年 他其实自己就能知道啊 好 总之呢 他是花了四周进行日内交易 最后在大盘下跌而只准只准做多不能做空的现象 都还获得了32.55%的盈利 给贬低技术分析的人给有利的回击啊 这一点我想跟他说什么呢 这个我是非常赞同的 所以我反复给大家说 这个其实你看多看空真的不重要 我就举个例子 就算这个大盘这一段不断的低 不断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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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在这种点位 你知道这种点位啊 买一次啊 对了 马上止损 止损砍掉啊 对方又买一次 到了前期压力 先平一半 另外一半砍掉 在这再买一次 其实你也亏不了多少钱啊 这种大一个大的趋势下来 你亏大钱 全部是亏损加仓造成的 你后来自己想一想 全部是死扛 要么是死扛 要么亏损加仓啊 所以你如果能够严格止损 其实就算你方向做反了 根本也不亏钱 或者亏小钱 所以一定要放弃 非要去看对方向 看错方向 我觉得这是很多人交易的一个大的误区 就是他们 他们都认为 只有看对方向才能赚钱 其实是不这样子的啊 看对方向 看错方向 其实不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 你的一个交易思路 你的交易 你的交易的理念能执行 很长的言啊 他是这么说的 因为在大部分的您的视频里面啊 对移动止盈 这个问题都是一代而过 我们本来来的一个市场是赚钱的 有时候好不容易赚了一笔 因为止盈策略不好 而到手的天鹅飞了 只能够探讨一下 哲学方面贪婪的问题 我个人的体验是 止盈难遇止损 对 是的 这个我是反复说过的 为什么呢 我说恐惧啊 你可以靠经验来解决 贪婪就只能靠哲学来解决了 好 他自己举个例子 说自己啊 最初只想赚两万 一直涨 两万变四万 再一直涨 四万变八万 最后涨到一百万的时候啊 想了一百万 贪婪就像脱缰的野马 自己是不自知的 再怎么觉着 这个一百万不会跌到十万吧 然后呢 最后啊 真的最后有朋友说 账户从两万到两百万 从两百万再回到二十万啊 这个也是正面朋友说 这种来来回回的 承受损失的厌恶 有些时候 真的是有命赚 没命 享受这个刺激啊 享受这个利润 好 所以呢 这点他想问我 就是如果是承认无知 向死而生 这是一个交易方面的 那么贪婪 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 我个人觉得贪婪啊 对付贪婪 关键就是降低预期了 就说本来你今年 就是你不要把交易 看成个暴富的一个行为 你本来就是过来 比如说 你是啊 两万 想赚到十万啊 或者是十万 想赚到多少 二五十万 三十万 你就可以了 就是说 只有降低预期 才能一直贪婪 你不然的话 不降低预期 就是你一旦想到 我这个市场来 就是为了暴富 就是为了大赚 那你一定会贪婪的 所以如果你把预期降低 就不会贪婪了 当然这波行情 因为也是太疯狂 太疯狂了 如果这波行情 疯狂的行情越来越少 我们相信也不会贪婪了 所以这个还是因为行情 导致你太贪婪 然后你的预期太高 关键还是预期太高 这个其实就是我后面不是讲了一期心理学 安娜霍顿后面有期心理学吗 卡伦霍顿 不好意思 就是当你这个气球越来越膨胀的时候 你就要自己刺穿 你要对自己说你不是神 要接受你的失败 要接受你的不完美 要接受你的 你后面你想后面就算从一百万涨到一千万 你也要接受 因为你本来就不是神了 你不可能预测市场 你不可能知道他是像你的房子一样 你以前如果提前把中国的房子卖掉 你也不要后悔 因为你本来不是神了 你怎么可能知道会不会涨上天 是吧 我关键说接受吧 我觉得最后还是一个 就是接受 臣服 如果你要问我的心法 我还是一个就是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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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臣服 降低预期 只有这三点 这三点 我可能给大家一个建议 其他的我也没有了 我在我这个人生翻压当里面 有很多朋友有一些经典的留言 比如这个梁梁朋友就说 当一个人在对一个行业很熟悉的时候 他就会很熟悉 和自己很多知识建立连接 产生共鸣 而共鸣产生之后 就是在翻压当 说的非常的好 所以你很多东西 你没有感觉 是因为你没有 你不熟悉 当你对这个事情熟悉之后 你会产生共鸣 而共鸣就产生翻压当 阿甘朋友 下面说了一句话 说人的一生 有三次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 抓住一波就够风一足十了 抓住两波就会改变阶层 三波 当然就会上升到另外一个阶层了 这是周金涛的一个经济学 周金涛的周期 我们将来可以讲 我们将来会讲的 反正很多很多会讲的 大家慢慢来 我自己是打算讲400期500期 一直和大家学个十年 渔夫在这边又给大家 贡献了一段非常精彩的留言 我大家读一读 他说云聪老想的很好 很受启发 春生下涨秋收东藏 是易经隐藏的知识论 而挂词则是易经的方法论 事务的发展都不是一台风顺的 它会有高潮有低谷 本质是时间 这本质是时的问题 这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都要讲究时机 任何事都要讲究时机 时机未到不可强求 交易不是天天做的 交易只有时机到了 才能进行交易 其余的时间都是耐心等待 要顺势而行 顺时而为 当行情来的时候 稍纵即时 要群尽全力抓住机会 并且乘胜追击 大展身手 这是潜挂告诉我们方法论 当行情下跌的时候 或者运气不佳的时候 要不动如山 耐心等待 潜心折服 暗中学习 以待时机 当出现连续亏损的时候 要离场观望 这是昆挂告诉我们的方法 折服不是什么时候不做 而是要加强学习 抬上一分钟 抬下十年功 这样机会来了 你才能真正抓住 当赚取了超额利润之后 要学会饮和藏 因为抗农有毁 贪心会使人失败 高潮之后必然是低谷 如果贪婪 等待你的必然是破产 这不是偶然 不要侥幸 这是事物肾衰循环的必然规律 而这种肾衰循环 也决定了成大事者必经挫折 在挂词中 潜龙无用 飞龙在天 抗农有毁是最有意义的 分别揭示了 机会未到的等待与积累 机会来临时的积极作为 机会过后的藏预影的重要意义 好 再次再次非常感谢渔夫 这个渔夫老师 我尊称敬老师 这段非常好的话 我非常非常感谢你 到底要做短线还是长线 有非常多的一些精彩的留言 我给大家看一下 有很多高手的留言 如果你还在 这个朋友呢 我也是他过流过很多的 非常好的言 他这里面呢 有一个说感谢 当然感谢的话就不说了 我等一下把这个打开 展开 他这边呢 他是这么说的 他是说 我只是在60分钟的 K线形态整理区边缘才会下单 空间不大 宁愿不交易 所以呢 你看所有的成功者 他们的方法都是一致的 在这种小的盘整区间 大家是不怎么做的 大家等到这个盘整区间的 上沿和下沿走出来 盈利区间太短 损失空间 盈利区间太短 停损空间也拉太小 所以容易停损 无法加码 对 他这个核心就说出来了 这个小的空间啊 他还不光是被止损 而且也不好加仓 这是他说的 偶尔休息 对操作也有帮助 后来我都是感觉 买一点快到了才看盘 因为这个地方也是 他说到也是一个秘密啊 就说如果你这个老是看盘 你就会被这个盘口催眠 催眠这个词 我后来发现真的是非常的好 这个市场一定会让你催眠啊 会被你会被催眠的 好 下单停损 好 就不需要一直看盘 这还是这个原因 因为市场可能会让你催眠 因为60分钟K线 比较不容易改变 他这个说的非常的好 一小时K线不容易改变 谢谢你 谢谢如果你还在 这个朋友 你放心 我肯定会在的啊 我们肯定会一起努力 一起努力在市场里面 努力的越做越好 呃这个陈 陈基君朋友啊 陈基君朋友朋友啊 陈基君朋友他自己这边 啊不好意思 陈基君朋友这边自己也进行一个总结 说顺势拉头寸 逆势紧止损 哎呀这几个字总结的非常的好啊 顺势拉头寸逆势紧止损 大家来我们俩一起读三遍 顺势拉头寸逆势紧止损 顺势拉头寸逆势紧止损 啊这个话说太好了 就说一旦你发现这个趋势是顺的 那你就要多拿一拿 你发现趋势是逆的 赶快止损砍掉啊 交易是靠悟的 学了就会了 不断追求动作的正确性 忘记钱的增长减少 控制好情绪和头寸 最终富贵在天 交易是自我完善的修行 非常感谢啊 这个话说太好了 我这赶快给你点个赞啊 哈哈哈哈 好谢谢 这个 这个朋友啊 他这边跟我们有一个留言 这个留言里面 我觉得最精彩的一句话 我跟大家说 最初入室的时候 完全没有听过止损 全是全藏进出 持续验证信号判断 心脏加速 精神紧张 一个礼拜就出现 生理不适应 干呕 其实呢 心跳加速 精神紧张 就是你的利比多啊 你的多巴胺 在不停的分泌 他说的最值得 一句话 就是我也经常说的 所有遭过的罪 都是值得的 来 请大家把这个话 再来念三遍 所有遭过的罪 都是值得的 我们所有遭过的罪 都是值得的 所有遭过的罪 都是值得的 为什么 这所有都是经验 只有你在经验里面学习 才是最有效的 我们 试仓 止损 加仓 搞顺的这个 才能持续盈利 非常谢谢 非常谢谢 这个应该是 这个朋友啊 非常感谢你 好 刘健 刘健朋友呢 他这边有一些比喻 我觉得也是比喻的非常好 他说交易向下围棋 需要有大局观 和每一步的细节 交易向恋务功 需要学会各门派的招式 然后融会贯通 上市为哲学 交易向捕猎 我总是想象自己 像一头猎豹 银神 秉惜银神 注视着市场一举一动 不动如山 猎物寄入伏击片 闪电出击 说的非常的好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看国外 他们老是把交易 比成狙击手 国外有狙击手交易 我们国内 也不是有一个 陈阳老师的培训 就叫狙击手培训吗 很多人都把自己 叫狙击手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交易真的 就是狙击手 就是你要等待 这是很多人 都不明白的道理 很多出现的时候 不明白道理 就是说交易 其实最后就是 个等待的过程 等待开仓信号出来 然后去开仓 就这么简单一个事情 非常感谢肥梦朋友 你一直给我留言 留了好多好多 但是大部分都是夸奖我的 所以我这边就不重复了 还是谢谢你 谢谢你 好多东西 都是有你的经验 我这边再次感谢你 好 这个预测美股 这个朋友 他在这边 他在这边跟我们说 交易员的培训 就像冲浪选手的培养 要熟悉股性的趋势 就像熟悉 熟悉 熟悉 不好 我是南方人 也说普通话 说的不是好 熟悉股性的趋势 就像熟悉水性 婉转 潮起 潮落 这个坏数的非常多 精力多了 经验就丰富了 交易就会成为高手 冲浪一样的秘书 当然波浪可以载舟 也可以复舟 魅力无穷 说的非常的好 说的非常的好 真的 这个大家 所以说他还是说 那句话说完 就是什么呢 就是经验 大家一定要多学 多练 方法知道之后 就像冲浪一样 你要多去冲 这个张三峰朋友 他自己在这边 也是把他个人的经验 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说 小级别训练 我是试验了多次 而且做了很长时间之后 就找到感觉了 你看 这就是一个实际的 真实的案例 不会再乱开仓亏钱了 所以还是建议 像云聪说的那样 短线多练练 很多人就是缺乏 这个实践过程 把偶然事件当成的必然 以为自己听听学学就入门了 可以出道了 其实还差得远 倒不是真的要练一个小时 但是至少你有一个 长期断练的过程 事欲还 事欲要烧三日满 便才需待七年期 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捷径 勤学苦练 就是所谓的结局 非常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张三峰朋友的分享 好的 我们本期的这个 精选网友留言 你就到这边 我们主要是 主要是精选的 我们主要是精选的 我的这个节目里面 节目里面 不好意思 好的 我主要是精选的 我们节目里面 从 125期 到我们最后 这个150多期 到现在为止的一些留言 我们下一期留言精选 我们会继续给大家精选留言 好的 感谢大家 周末愉快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